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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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做家务和生孩子 女人不都那样吗 这样的一辈子 多幸福啊 是 我曾经也以为这样子是幸福的 但是于家安不这样 张青也不这样 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赌特的 生下来就有做梦的权利 梦想不是逻辑 逻辑只负责这个世界的运传 而梦想负责创造这个世界的美丽 我的音符 你的文字 都是美丽 于佳恩 我在你们公司门口 你能出来一下吗 他找我干吗 苏总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想来想去啊 还是给李念环买了个妈咪包 能装奶瓶和尿不湿的那种 以后生了孩子而用得上 你能不能带回去转交给他呀 不行 不行 苏总 这个 你是送给李念环的 你先告诉他一声 他要是同意收了 我再帮你带回去 或者你让许总帮你送吧 你不知道许耀 他总觉得公司我投了钱 已经是很大的牺牲了 特别介意我给他 或者是给他的家人买东西 于经理 把你当朋友 你就帮帮我吧 没关系的 他要是不要呢 你还给我就是了 嗯 谢谢你啊 于嘉然 午夜梦回 狼狈是谁 偷走了寻陈 才拼命醉 那梦想做幼儿 游我起飞 一朝醒来 宿醉是谁 把我的梦头走摔碎 请慢用 好 谢谢啊 给啊 成功的滋味未必 人人都能体会 可是做梦的机会 如同纯粹的美味 失败的浪费 未必人人都愿面对 比起失望的疲惫 更不愿追悔 梦中模样云然皆等未了 一颗心还不是相逢一样 林电话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是来找我的吗 我来酒吧 肯定是来喝酒的呀 你怎么在上面啊 我上次没有要到你的联谊方式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每天都在这儿等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上来一起喝吧 好 你等我 陆总 这么老了还在玩这个 刚用手玩 早来想回公司拿点东西的 看到这儿来个新玩具 想抓一个带回去给我女儿 女儿啊 你想要哪个 我帮你试试 你醒不醒 简单 把发摆中 要哪个 好 这个小兔子 我女儿属兔的 小兔子 好 看我的 好 好 再吃一次 厉害吧 你可真厉害 第二次就抓住了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这是有技巧的 这三个爪子呢 因为杠杆原理收合 三个爪子的三个点 必须要均匀地接触到娃娃 完美受力后 才能重担得起娃娃的功 没你 为了答谢你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不用 没事吧 没事吧 我帮你拿了 我帮你拿了 走吧 走